大家好,今天要介紹握推二 握推二 握個常見的錯誤手腕 手腕常見的錯誤就是爪彎推 往後壓往後倒 再推的過程扛出來 這個手腕 手腕要體正 手腕要體正 不要往後壓 常見的錯誤就是要往後倒 往後壓 這樣子 對手腕會有負擔也會有壓力 那做很重的時候 手腕容易受傷 這個手腕容易受傷 而且在推的過程 再起來要發力 推起來的過程 因為手腕鬆鬆的所以力量 會鬆鬆的力量會 不好發力 所以這個手腕的部分 要舉正 手腕 不要讓他往後壓 手腕要舉正 那這個落點就是落在掌根 掌根的位置 手掌掌根的位置 不是 不是在 不是在上面 不是在這個手掌的上面 很多人落在上面 那手腕就往後壓 那必須要給他 落在掌根的位置 落在掌根的位置 再來是 鋪腕的部分 鋪腕常見的錯誤就是 包得太下面 包得太下面的話 你的手腕的關節 沒有把它包起來 所以手腕 在做到很重的重量的時候 還是會很容易造成 後壓的動作 所以鋪腕要 包在 包在上面一些 把你的關節穩定住了 把你的手腕的關節穩定住 所以這樣子會 增加你關節的穩定性 增加關節穩定性 這樣做到大動量的時候 才不容易 變很多後壓的動作 才不容易後壓 才能夠更穩定的去發力 所以鋪腕不要包得太下面 包得太下面的話 手腕還是鬆的 再來是 肩膀的動作 肩膀的動作 必須要層肩 下層的層 下層的層 層肩 肩膀要層肩 再去發力 再去推 常見的時候 就是會聳肩 在推 推的過程 肩膀會聳起來 這樣子 肩部的動作 就會晃 在推的時候 因為聳肩的話 會晃 它沒有鎖住 沒有穩定 在推的過程 會晃 這樣子會 也會減少 減少 力量 因為力量被翻散掉了 所以在推的過程 肩膀 要層肩 要壓住肩膀 層肩壓住肩膀 那手肩 那手肩的話 很多人一下來 肩膀就手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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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來 肩膀就手肩了 這樣子 肩膀很容易晃 而且 不好發力 要層肩 肩膀要 壓住 壓住層肩 再去推 再去推 肩膀的動作 所以肩膀的動作 所以肩膀的動作就是 層肩 壓住 再去發力 再去推 這是夾背的技巧 沒有夾背 沒有夾背 夾背 夾背的技巧 夾背的話 它可以 減少 縮短 鋼的距離 沒有夾背的話 夾50公分 夾背的話 夾背 夾背的話 40公分 減少 這個過程 減少這個距離 減少距離 減少距離的話 那 也比較有力 比較有力 那再下來的過程 如果沒有夾背的話 沒有夾背 沒有夾背 下來 到這邊的話 已經很緊了 可是如果夾背的話 夾背 夾背可以 減少距離 手的彎度沒有變 手的彎度沒有變 如果沒有夾背 如果沒有夾背 現在沒有夾背 可能50公分 50公分 那可能 夾背 夾背的話 夾背 夾背 手的彎度沒有變 可是因為夾背的話 夾背 那就可以 那就可以 更快的 碰到胸口 那 距離縮短了 距離縮短了 也會 比較有優勢 比較有優勢 那夾背 還有一個優勢就是 可以藉由 廣北 廣北 扣背機 去發力 扣背 去 去 發力 但是夾背 在發力的瞬間 扣背 去發力 給發力 所以 所以不是只有手這樣推而已 握推不是只有手推而已 握推 借一點郭配肌的力量 借一點凳的力量 夾緊 巴力凳 夾緊 巴力凳 所以手只是 手在發力的時候 手是不動的 巴力凳 巴力完的時候手再推上去 巴力完手再推上去 巴力完手再推 所以今天 就介紹握推的一些 場境錯誤還有一些技巧 謝謝大家